北京是否會趁機 令台海緊張升溫 美軍的海軍驅逐艦拉爾夫-強森號 就由南向北通過臺灣海峽 此外 美軍還派出一架 一批3億電子偵察機到臺灣海峽南口 執行任務 美軍發布聲明指出 軍艦依國際法通過國際水域 執行例行穿越臺海的行動 展現美國對自己的行動 自由、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 中華民國國防部表示 美艦航經台海期間 國軍全程掌握周邊動態 另外 也有8架中共軍機闖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包括4架殲-11、2架運8反潛機及2架殲-16戰機 中華民國空軍派遣空中徐落兵力應對 以廣播驅離和啟動防空飛彈追尖 及1、2架運動 儘量可軟梁